圣诞树上有海龟 章鱼 可爱的海洋布偶 基隆长荣桂冠酒店特别把今年办活动使用过的海洋小道具 用来装饰圣诞树 借此提倡爱惜资源不浪费的环保观念 虽然不像一般圣诞树整颗挂满了装饰 但这份提倡环保的用心 让来到饭店的民众都深刻感受到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提倡环保这件事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责任 然后这个可能会让小朋友或者是更多人去得到更大的启发 说连饭店这种地方都已经提倡了 我们在生活中也要更加的去注重这件事情 它显得非常好 因为海洋污染是一种最大的问题 我们正在面对现在的问题 它只是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然后可以提倡减少使用一些塑料 然后减少一些污染的问题 所以它觉得很不错 大家也知道饭店在圣诞节的时候 会做一个很多的圣诞布置 那这个布置上面会用到像树藤 然后还有那些吊饰 还有一些像蝴蝶结啊 这些可能是不可回收的 可能它是一次性的 这装饰品它用完就丢掉了 可是其实每一年这样累积下来 甚至跟饭店它很多房间它的一些被瓶累积下来 它也是一个很可观的树木 那我们从暑假开始也针对这个议题 海洋保育这件事情 我们有做了一个通盘的思考 我们想其实饭店它是一个领导的角色 我们希望说在做装饰的时候 它也可以包含这个保育海洋的理念在里面 那我们就把暑假 我们的海洋保育活动的相关装饰品 全部都留下来 运用在这棵圣诞树上 那一方面呢 我们也保留我们的海洋意象 因为毕竟我们是领海的城市 那再来我们也希望这些物品 它可以在不同的活动跟用途中 一直不断的不断的被使用 它不会浪费 它也不会造成污染 也希望大家就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海洋圣诞风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认同我们的理念之外 那我们就准备了一个QR Code 我们就希望客人他看完了在这边拍照打卡 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 他可以得到一张饭店的LINE 那个住宿的100元折价券 那希望说你只是认同以外 他也有个实质的回馈 透过海洋环保圣诞树 结合环保住房的优惠之外 饭店也期望扮演好基隆在地导游的角色 让民众不只是在此住一晚 还能深度体验基隆这座城市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是身为一个基隆在地人 然后我们带着客人说你可以去和平岛玩 你也可以去海科馆玩 甚至我们也推广说如果你不想跑那么远 其实你可以在市区像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然后还有清安宫 仁爱市场这边做白天的一个tour 那我们就会跟这几个单位景点去做合约签署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门票纳入在我们住宿的宾客 可以购买加购的行程当中 那你入住基隆你会觉得我的行程很丰富 不是只是住完一晚就回家了 你会学习到很多东西 你也会体验到很多当地的景点特色 还有美食的一些特色 那我们在明年一二月的行程当中 我们也因为就是当时是东北季风 我们希望客人他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就在住宿的这段期间一到二月底 我们就加赠了海科主题馆门票 或是再加赠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的门票 就是这是同时赠送的啦 就是你可以选择往海边的路线去玩 或者是你留在市区 然后就跟刚刚我提到的 可以去仁爱市场去清安宫跟妈祖 那个这边就是拜一个好年 然后就是这一个市区的富尔 基隆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港都城市 欢迎爱好海洋风情的朋友们 一起到基隆走一走 探索这个充满历史文化的港都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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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